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认真汲取秦岭之讯的深刻教训 更加自觉地惯着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无论形势多困难 挑战多严峻 绝不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 换取一时的经济发展 要始终坚持没有改变的重大判断 我国经济稳重向好 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我们要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抓六宝 促六稳 推动苏州经济高质量发展 迈出坚实步伐 要充分开掘延安精神和西迁精神的时代价值 全市党员干部主动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 查找党性的差距 较转前进的方向 会议强调 要把两个维护作为党的政治建设首要任务 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党中央一锤定音 定于一尊的权威 用坚强的党性确保中央政令畅通 决策落地生根 要对发展形势进行更加系统准确深入分析 要将目标任务放到全国大局中去定位把握 全年目标任务完成怎么样 关键看二季度 各地各部门要认真抓紧四月份 加快把短板补上来 把工作抓起来 把钱力挖出来 要让两种精神在决战决胜中绽放时代光芒 自觉把发扬延安精神 西亲精神与弘扬三大法宝 再创火红年代结合起来 始终保持一股韧劲 冲进 闯进 干进 奋力夺取 双胜利 五一假期即将来临 会议指出 各地各部门要落实好值班制度 领导干部靠前在港指挥 保障应急机制 高效运转 安全生产责任落到实处 要按照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要求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两手抓 两手硬 既要充分激发旅游市场活力 推动消费复苏 也要加大宣传力度 提升市民和游客自我防范意识 合理疏导人流 严防急剧性风险 要充分认识做好苏康马 使用管理工作的重要性 必要性 不断提高知晓率 使用率 确保在全市范围内使用畅通 会议听取来 关于2020年苏州国际精英创业州实施方案的汇报 会议指出 要坚定不移的 把苏州国际精英创业州办好 更加注重活动时效性 要结合苏州科学家日的设立 策划好相关活动 在全社会形成崇尚科学 崇尚创新的良好风尚 努力在科学界形成更大影响 让创新人才得到更大激励 会议听取来 关于统筹推进苏州市特色田园乡村建设的 实施意见 起草情况的汇报 会议指出 要加强顶层设计 提升建设品质 释放改革活力 让特色田园乡村成为 我市率先基本实现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标识 会议听取 关于苏州市市主企业领导人员 管理办法 起草情况的汇报 会议指出 要不断完善 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管理制度 在职业经理人的市场化选配等方面 加强研究探索 更好激发广大企业干部的创业激情 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企业领导人员队伍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为大力弘扬 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 今天 苏州市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活动 继苏州市第二工人文化工一期启用一事举行 省委常委 市委书记蓝绍敏出席活动 并致辞 市委副书记市长李亚平出席活动 蓝绍敏代表市委 市人大常委会 市政府 市政协 向全市劳动者致以节日问候 向所有关心支持和参与第二工人文化工建设的同志 表示长致感谢 向为苏州经济社会发展 做出贡献的劳动模范 先进工作者 以及广大职工群众致以崇高敬意 蓝绍敏表示 近年来 全市广大职工群众 坚决响应党的号召 充分发扬主人翁精神 广泛开展建工立业活动 用辛勤劳动奏响了新时代的工人之歌 各级工会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以党政满意 职工满意为目标 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希望全市各级工会 以第二工人文化工的启用为契机 主动对标工会工作新要求 对接职工群众新期盼 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 提高维权能力 改进工作作风 让职工群众真正感受到 工会是职工之家 工会干部是最可信赖的娘家人 蓝少敏指出 苏州正致力于 向现代国际大都市 美丽幸福新天堂的美好愿景 不断奋进 这是全市人民的共同任务 也是工人积极的崇高使命 希望广大职工群众 争作弘扬三大法宝的践行者 把三大法宝蕴含的丰富内涵 作为劳动者最鲜明的时代标签 让劳动最光荣 劳动最崇高 劳动最伟大 劳动最美丽 在全苏州蔚然成风 希望广大职工群众 争作传承苏作精神的实干将 把创新实干 融入血脉 把美好追求 化作行动 把平凡岗位 视为赛场 为推动苏州制造 向苏州创造转变 贡献更多原创力量 希望广大职工群众 争作推动产业转型的排头兵 主动瞄准苏州产业大脑建设方向 努力成为知识型 技能型 创新型的新时代劳动者 为苏州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 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 提供金墙人才支撑 仪式上 蓝少敏 李亚平 省总工会副主席 马永清党 与抗议一线医护人员代表 建设者代表 共同按下启动印章 并参观了文化工各场馆 以及非遗传统技艺等展览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振一 市政协主席周伟强 市委副书记住民 市领导王翔 于姓南 温祥华 以及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出席活动 作为市实事项目 苏州市第二工人文化工 兼具颜值与内涵 下面跟随镜头去看看 苏州市第二工人文化工 位于象城区圆河街道 玉城路 总投资5.56亿元 总建筑面积超过8万平方米 从空中俯瞰 黑白灰的主色调 颇具江南粉墙带瓦的古典特色 建筑屋顶还安装了光伏发电板 走进一楼大厅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面 巨大的照片墙 数百幅各行各业劳动者的照片 展现了埋头苦干 精益求精 勇于创新的新时代劳动者风采 文化工一期项目以文化服务 工艺普惠为目标 共开设职工服务 文化艺术 体育健身 教育培训和配套服务 五大功能区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 我们文化工的教育培训区 在这个楼层 我们有四个培训教室 在这里定期开展一些安全教育 法律 法规 以及关于我们职工生活中的 一些生活技能的教育类的培训 市第二工人文化工的体育健身功能区 面积约13600平米 设置了羽毛球馆 篮球馆 乒乓球馆 游泳馆等场馆 可同时容纳1000多人 开展各类体育健身赛事和活动 然后咱们一楼的话 还有就是一些展厅 会不定期的举办一些美术展啊 或者就是一些座谈会啊 丰富精神文化 还有书法比赛啊 后期也会去举办 从5月1号起 凡是经过认证的苏州工会会员 在球馆 游泳馆 影院和剧院等主要场馆活动时 都可凭会员身份信息 享受场馆基础价格的八折福利 其中 篮球馆 羽毛球馆 乒乓球馆 从5月1号到5月15号将免费对外开放15天 在今年1月3号召开的苏州开放再出发大会上 省委常委 市委书记蓝少敏提出 要设立苏州科学佳日 以一座城市的名义给各路英才以最高领域 今天 苏州市人大常委会和市政府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 正式对外发布苏州科学佳日的有关情况 经市人大常委会会以昨天审议通过 决定每年7月10号为苏州科学佳日 7月10号是苏州国际精英创业州开幕的日子 今后每年 苏州科学佳日系列活动 将与国际精英创业州同步举行 集聚国际国内科技精英 形成苏州创新驱动发展的年度高潮 我们把精英州的这一天 确定为苏州科学佳日 实际上的目的就是要树立一种国际 精英创业程式应该有人才的极乐 应该有精英的极乐 政治上升为有科学家的极乐 这样一个理念来出发来确定的 围绕苏州科学佳日 苏州将以苏州籍院士资源为依托 向全球科学家发出邀请 每年常态举办一个主题的 学术产业苏州峰会 打造以苏州为永久会址的 国际创新峰会 营造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 鼓励创新的苏州生态 请全世界科学家来苏州相会 让人才巨贺 推动苏州进一步释放 城市创新红利 助力苏州各自量发展 从历史上的状元固理 到当代的院士之乡 重文宗教向来是苏州 一脉相承的城市精神 今天苏州提出 要为科学家设立节日 把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 尊重创新 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让人到苏州财无忧 真正让苏州成为各路人才 创新创业 安居乐业的新天堂 其实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 我还是很振奋的 不管是从科技创新 到成果转化 让我们觉得是一个 可以发展事业的一个乐土 各方面的配套政策 也使得我们能够享受到 乐业的一种幸福感 也希望就是能够一如既往的 去支持年轻的科研人员 去有更多的机会 去做更新的发现 这也是这个国家发展的一个动力 创新肯定是最重要的 昨晚 鱼歌唱晚 长熟方塔夜象亮灯起幕 继水运江苏右键美好主题 由苏州分会场启动仪式举行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金杰出席仪式 随着古城灯光秀的上演 有着800多年历史的长熟方塔 被重新唤醒 琳琅满目的美食小吃 创意非宜 文学集市等摊位前 吸引了不少市民 现场长熟电子消费券也正式开抢 据了解 整个活动将分为七轮 前后发放共计2000万元电子消费券 提振市民消费信心 五一小成假期间 长熟20多家文创 非一类企业 以及近40家特色小吃 还将集结方塔商圈 给市民和游客带来一场 美食与文化盛宴 非常有意思 这个我觉得 四级的消费 第二个给我们市民也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 今天第24届中国武将 统礼之春国际旅游文化节启动 下月起 统礼夜精彩全新项目也将重磅开启 统礼将在覆盖夜秀 夜游等六大内容基础上 再增加夜行和夜拍两大项目 为夜间游客提供最江南的沉浸式享受 方便苏州的市民做四号线 我们直接可以通过我们接驳车 可以直达统礼古镇 接下来统礼还将加强与州庄 乌镇西唐等古镇的交流合作 进一步发挥长三角生态绿色 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农文旅融合的优势 今天江苏医疗器械科技产业原加速器 正式开源 项目将为高新区医疗器械产业 跨越发展启动新引擎 江苏医疗器械科技产业原加速器 位于苏州科技城 总投资18亿元 建筑面积28.4万平方米 优质企业的入驻 也将带来区域医疗器械产业 爆发性发展 应该说这是我们医疗器械产业的四期 但是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期 我们从18万平方米 包括这一次加速器使用以后 即将达到46万平方米 应该说是一个量的飞跃 又是一个值的飞跃 开源仪式上 苏州高新区医疗器械和生物医药 三年行动计划对外发布 25家企业正式签约入驻产业原加速器 首批入驻企业总投资超20亿元 涵盖体外诊断 生物医用材料等高端医疗器械产业方向 我们从14年成立至今 就一直是在医疗器械产园的环境下在成长 这个园区开始建设 我们就很早地来预定了一块区域 来满足我们当前和以后一段时间内的 公司的一个用地的需求 副市长陆春云出席开源仪式 医疗器械产业是苏州高新区 重点打造的五大先导产业之一 目前已引进了中科院苏州医工所 东南大学苏研院等十多个创新平台 医疗器械年产值保持30%速度增长 今天全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市级部门任务清单 落实情况推进会召开 副市长吴小冬出席 目前围绕垃圾分类工作 各部门已出台配套文件10个 草拟完成16个 根据苏州市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设施 配置指南 居民小区 行政村 机关及企事业单位 设置可回收物 有害垃圾 厨余垃圾 其他垃圾四种分类收集容器 三定一都居民小区可按照300到500户居民 设置一个定时定点投放点 投放点开放时长 每日一设置三到四个小时 实行三定一都模式后 小区主干道及楼道口 不得再设置垃圾分类收集亭和收集桶 会要求各部门要加快落实各项工作举措 形成管行业必须管垃圾分类的浓厚氛围 要加强自身管理 加强行业管理 加强领域管理 增强垃圾分类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要增强考核问校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着力推进垃圾分类高质量发展 一人失能 全家失衡 失能百姓的生活照顾问题 是社会关注的点 今天 苏州举行常户显示点第二阶段 签约一事 副市长曹厚龄出席签约一事并讲话 他指出 在常户显示点第二阶段 要不漏一户 不落一人 让更多失能百姓享受到常户显政策红利 作为全国首批15个试点城市之一 苏州于2017年10月正式启动常户显示点工作 目前 全市住院护理机构 有启动时64家增加到91家 居家护理机构有启动时15家增加到62家 试点第二阶段 常户显待遇标准也有所提高 机构护理待遇标准从原来的每天20-26元 提高到23-30元 提高15% 居家护理待遇由每月20-24小时 提高到26-30小时 时长增加25% 我们希望这个享受的人数能够在现在的基础 能够有一个翻番 通过我们服务的提升 让老百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更强 截至今年3月底 全市累计已有3.14万名参保人员 享受常户显待遇 累计享受待遇金额2.05亿元 苏州是东方水城 今天 苏州深潜中心成立 将打造全国领先的体育旅游文化示范项目 副市长王阳和万科集团创始人王石 共同为苏州深潜中心揭牌 今后 王石将为苏州文旅体育活动代言 推广融合苏州风光和水上运动的文化旅游体育项目 苏州深潜中心旨在充分利用苏州丰富的水资源优势 大力发展水上休闲运动 举办高端品牌赛事 不断满足市民多元化的健身需求 能在这儿划船呢 就感到在这个穿梭时光的隧道 穿梭历史 我们苏州不仅仅在苏西城经济发展当中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将来在文化振兴 文化融合 国际文化政策当中的苏州会再发力 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未来 苏州将围绕东方威尼斯的水城特质 以赛艇等水上运动为载体 打造全国领先的文旅体育示范项目 以体育赛事助推苏州文旅产业发展 我们的这个行序渐进 首先从苏州护城河开始 今后我们条件成熟 我们还要引向这个西塘河等一些水域 让我们更多的苏州人参与到水上运动当中来 今天 全球首创押注功法新型应延绝禁机 在长鼠下线 将用于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的项目施工中 今天 雪山号和雪莲号应延绝禁机 在中交天河长鼠基地下线 两台设备直径8.43米 全长282米 将用于新疆乌卫高速天山胜利隧道施工 该项目具有高地硬力 高寒 高地震裂度 高海拔 多断裂带的特点 施工难度非常大 针对这一特点 中交天河创造性地将敞开式应延绝禁机 与压注混凝土功法进行融合 研制出了具备两种绝禁 三种知户模式的压注功法新型应延绝禁设备 那么我们这一台设备 是针对我们天山的破碎带软弱为严 做了一个应该说是国际首次的一个重大创新 它的最大的难点就是在知户上 那么我们要想把知户做到位 如果采用钢管片混凝度管片 造价就非常高 那么对我们来说经济性就不合理 那么采用这个技术以后 我们就达到了经济性快速通过的效果 天山胜利隧道是新疆物卫高速公路重点控制性工程 全长22.69公里 是目前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 雪山号和雪莲号承担着打通天山南北交通运输通道 肩负一带一路快速发展的使命 随着企业全面复工打产 用点需求有所增加 工电部门通过全周系服务 为复产企业新建和扩建用点需求 提供特快点爆炸 随着送电指令发出 位于相城区的市康防护用品公司 电力增容项目顺利投运 作为一家口罩生产企业 负责人告诉记者 最近他们接到大量订单 准备新上两条全自动化口罩生产线 企业随即提出电力增容申请 就是当天就现场来查看了方案 然后把所有的用电的环节 我们是能够并联的全部并联 增分多秒 能够每个环节能够节约一天十几天 经过紧张施工 一台800千伏安的变压器 安装完成并通过竣工验收 今天供电部门第一时间组织装表送电 与正常办理流程相比 服务周期缩短了一半 为我们开辟了绿色通道 从申请到通电 时间都没有超过一个月 截至目前苏州供电部门 已为4万多户复产企业 提供特快电服务 累计接电容量130万千伏安 对照国家阶段性降成本政策 全市70多万家企业 享受了电费减免红包4.3亿元 用线上办电不见面审批 这样的方式来提高接电的速率 围绕郭苏八点半夜间经济用电新需求 供电部门还将重点做好商贸 餐饮旅游宾馆等行业的用电服务保障工作 近日第二批次江苏厂特色田园乡村名单公布 苏州有4个村位列其中 在东山镇阳湾村西向 新境贯通的自行车赛道上 太湖的湖光山色一览无余 作为特色田园乡村建设的一大亮点 这条赛道总长10公里 将为该村的液态提升提供支撑 西向曾经是一个只有211位村民的普通村庄 偶然一次生态调研 村子里竟发现了61种青蛙 当地人受此启发 把西向村打造成了青蛙生态创意村 村民闲置的房屋被改建成了精品民宿 各类旅游业太丰富起来 在特色田园乡村建设中 该村以湖墨叠脆果茶西向为主题 提挡升级基础设施 促进农旅结合发展 保护历史遗迹 将和专业团队合作 依托村内特色田园乡村项目的建设 和区域内山 湖 河 塘 林 及村路资源 为游客提供全死全季活动 在省第二批次特色田园乡村名单中 吴中区东山镇阳湾村西向 吴江区镇泽镇中安桥村谢家路 昆山市锦西镇珠邦村住家店 和常熟市支堂镇蒋项村蒋项等 四个村位列其中 截至目前 苏州已有七个村庄 被命名为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 数量位居全省第一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表示 为深入做好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工作 人民银行支持在上海市 重庆市 深圳市 河北雄安新区 杭州市 苏州市等六市区扩大试点 引导持牌金融机构 科技公司申请创新测试 着力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 昨天 市卫健委纪念五四运动101周年 即抗疫青年先锋故事分享会举行 活动通过对抗疫青年先锋访谈 以及故事分享 重温卫生系统85后 在这次抗疫中的主力军作用 近日 苏大富儿院正式获批 苏州市儿童创伤救治中心 这也是全市唯一一家 针对儿童的创伤救治中心 去年 苏大富儿院 共接收儿童创伤病例超4万例 其中 排在重症前三位的 分别是车祸商 坠落商和烧烫商 日前 省发改委认定13家省级示范物流园区 苏州现代农产品物流园名列其中 南环桥市场预计今年10月 将整体搬迁至位于陆职的 苏州现代农产品物流园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 您可以关注我们苏州新闻微信 和看苏州APP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